非常的可怕 我就觉得我今天办不到前证了 欢迎收看花生作息Pina Gallery 我是主持人魏 今天我要来介绍 德国出国前五大新鲜须知 因为今天内容很多 我们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 首先第一个呢 我要介绍的是闲置账户 如果你有想要长期去德国的话 你应该对这个东西不陌生 它就是另类的财力证明 因为德国这个国家比较务实 它跟其他欧洲各国不太一样 它需要你先挥一笔钱到它的国家 然后它会在每个月这样子播给你 以防你在那里饿死穷死 就是有点像最低的生活费这样子 这个东西其实相对来说 就比其他欧洲国家比较麻烦 所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来介绍这件事情 说到限制照顾 我要跟大家讲的平台是 It's Potrio 它是一个广为人知的限制照顾平台 在申请流程我会推荐大家上 Well Study的网站 因为他们是台湾首个官方合作的伙伴 它其实上面的步骤都非常的明确 你知道跟着网站上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申请 其实大部分不会遇到什么问题 我会想要着重在讲 我在申请这个东西的时候 所遇到的一些关卡 首先呢就是金额的部分 它从原本的860亿欧每个月 变成了934欧 其实这涨幅是蛮高的 因为欧洲通膨嘛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德国的政策调整 在你收集好所需要的钱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准备你要汇款的项目了 汇款部分 Espatrio其实有提供了两种方式让你汇 第一个是以美金基甲 然后速度会比较快 第二个就是普通的欧元汇款 这速度会比较慢 然后我是选择后者是欧元汇款 对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赶时间 而且我记得 如果你用美金汇的话 好像会收一笔手续费 我这边是使用有空银行来汇款 然后使用的是普通电汇 价格1600元 还有比较快速的电汇 当然价格就会比较贵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银行贵员一定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需要多汇钱 他会问这一点的原因是 因为你在往国外汇款的时候 会经过很多中间行 那中间行有时候会收手续费 可是呢 Espatrio很贴心的 他在县市商户里面 本来就有100欧的buffer 全部的中间银行手续费 他都会从一个buffer里面扣 所以基本上你是不用多汇钱的 你就知道Espatrio给你的单子上面的金额 会刚刚好就好了 消息出来 你却得到所谓的06文件 也就是所谓的财力证明 限制账户证明了 就可以前往下一步了 在第二点的话 我想要跟大家讲 就是外币账户 在台湾你是必须要申请外币账户 因为你会有很多次要汇款到国外 基本上会有三次 那我是选择 永空银行来当我的主力汇款银行 在我这边 我刚才讲起码三次嘛 我想跟大家介绍是哪三次 第一个就是限制账户 你一定会汇到一次 第二个的话 是会是他们的学期费用 以及是所谓的 semester fee 那这个部分 每间学校不一样 像我那时候是可以用刷卡的 我就用刷卡接了 那我姐姐 她去牛去德国 她那间学校就是也要用汇款的 所以你要看你生前学校 是用什么方式 再来的话 最后一笔就是住宿费 住宿费的话 会比较麻烦一点 还有一些小技巧 会需要注意 那我等一下也会提到 在国外 当你到德国当地之后 你一定要办德国当地的账户 你这样子才能领你限制账户里面的钱 基本上德国当地银行留学生 热门办的就是N26跟Revellit 然后我基本上这两个应该都会办 它就是有点像台湾Live Bank这种运作模式 就是它是网银 然后你在线上申办证明文件完之后 你填地址他就会把卡寄到你家再开卡就好 所以其实申办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第三点 我们的中间大点 就是德国在台协会 也就是你在办德签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事情 我在办德签的时候有录一段VCR 我们先进VCR 那有点很多人 OK 反正呢 我们就是现在到了35楼 要往33楼去 对 因为德国在台协会在33楼 好 大家 我就是刚办完前证 然后我觉得 其实有蛮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讲的 那因为我现在要回去住住了 我们等一下再来慢慢的谈 对 等一下是多久不晓得 OK See ya 好 刚刚那个VCR就是 有点 猎奇 可是就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刚刚会知道里面内部环境 大概是怎么样子 然后你可能会怎么进去 它一开始就是你会需要上网 填你要登记的时间 那你就会需要 在那个登记时间前往 网络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Google评论看 就得写 很可怕 但很多就是在台协会都是这样 国外在台协会的办事的态度就是这样子 你也要提早去适应 你不可以想说是他们要来服务你 是 你要去应对他们 哈 那我来参照的那天有趣故事好了 我那天就从家里书房然后看了公车 结果我那台是幽灵公车就没有来 对 然后我那时候时间 因为出门出太晚就时间有点紧凑 结果我就想说不对了不对了 我就开始拿出我的手机叫了Uber 然后Uber来了 Uber还有点小迟到 就是这个 非常的可怕 我就觉得我今天办不到前证了 但是还好他就是有来了 然后我就跟司机想说 不好意思可以开快一点吗 因为我有点赶时间 然后司机就说好OK 他就开始大飙车 他的飙车方式有点可怕 就是他会一直想要去操人家的车 然后他就每次操不过他的手就是 他手就这样 就是你感受到了他的怒气 你从这一只手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怒气 他就说他就有点比给我看 然后我就想说 没有啦 我没有什么失敌抓那个赶子 然后也还好 幸好有那个Uber时机 我就当天就顺利的赶到了 飞车之后也是有值得庆幸的东西 就是我申办先生的流程非常顺利 并没有像我刚才说 大家可以去查那个Google评论那么早 因为呢 现在好像多了一个处理人员 然后我遇到的刚好就是一个小姐 就是一个有一个Chinese band 就是一个妹妹头的一个姐姐 她人真的太好笑她姐姐 再来我要讲第四点 就是你申请完签证之后 你必须要准备东西也就是保险 德国你在当地一定要保险 然后他们有分公保跟私保 在德国呢 公保有三大家公司 第一个是DAK 第二个是TK 第三个是AOK 公保其实它的价格比较高 可是呢 它在你申办之后 它会给你一张 类似台湾健保卡 你是在看医生的时候 不用先行负担费用的 就那张卡出事之后 你就可以去看医生了 它适合的族群是 你会在德国待长期 也就是所谓的一年以上的族群 私保的部分 私保其实就有很多件 你可以上网去查一些回见的 我个人是保 因为它有中文客服 原因就这么简单 私保的部分 其实它就是价格比较低 可是你并不会有 所谓德国那张健保卡 你在看医生的时候 你必须要先负担费用 之后再跟你的保险公司勤款 对 所以这部分会比较麻烦 可是呢 它真的是 平均很多 它平均有一半以上 然后它适合的族群 就是比较短期 可能六个月到一年 这样子 像我是交换学生 我就会选择保私保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 就是你可能要跟你 你学校确认过 你可不可以保私保 因为我记得保私保到德国 那也还是需要拿到 公保的公司去公证过 你这个才OK 对 就是会流程会比较麻烦 但小子 猪妈生前 必须的 第五点我要讲的是 宿舍申请 这点非常重要 学校提供宿舍 一定要申请起来 因为 铁定会比外面便宜 百分之九十啦 不一定 有些可能 maybe 可能跟某些学校一样 就是快要一样了 但 比较好 学校就是多一份保障 就是也是比较安全 你也不会有跟 房东需要对接问题 因为你的房东 就是学校 在收到学校入学通知后 他其实就会开始 跟你email对接 你这时候就会收到 他租屋的代理商网站 那里面你就可以选择 你要的房型 像是单人房啊 或者是整层公寓的分租 我个人是选择单人房 我后来其实有一小小滴滴的后悔 因为单人套房 就等于你厨房是整个在你的房间里面的 那你在煮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房间整个都会是油烟味 其实有时候就是那种整层分租的 他有一个厨房在外面 然后你的房间是亚房 这样子 其实你住的会比较舒服 但没办法 我就是抽到单人套房 那再过大概一个半月之后 你就会收到你的租屋结果通知 收到之后 你就会开始准备需要汇款了 因为他就会开始给你对接租屋契约 跟一些租金的部分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租屋资讯 我的房间大概是六坪 然后很庆幸的 我应该不会遇到油烟这种时间 因为我的房间是有隔间的 给大家看 就是长这样 长这样 首先Zimmer 上面的 我会念的 我就用英文来发音好不好 首先那个Zimmer就是你的卧室 然后Flur就是你的厨房 然后Bed就是你的浴室 然后我很庆幸他是有隔间的 然后除了房间的格局部分 我也想跟你们分享我的租金 我一个月的租金是386 它里面包含了基本租金 还有营运成本 那押金的部分是530 在汇款部分 每间学校好像不一样 我提供给大家我的资讯好了 我这间学校是 你会先需要汇前三个月的租金 还有押金 所以其实蛮大一笔金的 你这样算下来 像我的就高达了1688欧元 非常的大笔 我有一些小提醒要跟大家说 就是它就没有所谓 刚刚Expatrio讲的那个Buffer了 中介银行的手续费是不一定的 我刚才讲的 我带给1688是需要全额 到户 我必须要保证 这1688欧元 是有汇到学校户头的 所以呢 这时候你就要跟银行贵员讲说 你这一笔金额要完整的到户 就是全额入户 它就会多收你一笔手续费 像跟我一起去的有一个朋友 他的银行是赵峰银行 他就被收了25欧元 保证这笔金额是会完整入户的 那我的部分 永峰是跟我收了海币750块 那今天提供了五个资讯给大家 分别是限制账户 外币账户 还有德国签证 还有保险 在最后是宿舍 希望这个资讯都对大家有用 就是我挑了一些 可能在申请过程中会遇到的小问题 提前跟大家做心理预防证 就算是我现在在申请这些 哩哩哩哩哩的东西 走了两个月的一些小成果 把它跟你们分享 那希望你们喜欢咯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拜拜